好 那么底下呢 我们来 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是一个有点意思的题目了 这个题目是个什么题目呢 首先来讲 我们来设想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们通常来说呢 会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 还是有一个parent组件 和一个child的组件 那么parent的组件里边呢 它其实来讲呢 会每次给一个ID出来 也就是child的组件 parent的组件是干嘛呢 它是一个宏观的组件 这个宏观的组件里面呢 就是首先我们设定一个 设定一个这样的场景 就是说我们去 有一个显示一个关于人的信息 这个人的信息呢 里边既显示name 有这个人呢 有一个ID 有一个名字 然后有一个这个 呃年龄 然后呢 我们呢 它有两个组件组成 副组件在这里面做的事情呢 稍等我看一下 把pt弄一下 就是副组件 所做的这个 这个事情呢 其实来讲是 呃 副组件做的事情呢 是说我 确定一个ID 比如说我拿到一个列表 比如这个列表里面 ID就123 代表三个人 好吧 我拿到这个列表的时候 只有ID 然后呢 的话呢 我去通知子组件 你现在把某一个ID的用户的详细信息 给我反映出来 但详细信息怎么显示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去访问 访 在底下访问一次数据 访问一次数据库 然后呢 把这个东西拿着 拿过来 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 好 那我们来把这个事 仔细说一下哈 我这么说 可能大家有点 有点恍惚 008.html 这是一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里面呢 大家会深刻的感受到 这个数的componentupdat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现在在这说 这是个练习 那么两个组件 一个parent 一个child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然后我们说parent parent host child 也就是说 parent里面有一个host 那个parent里面有一个child host的就是他拥有 并且配置他 然后呢 parent负责干嘛呢 parent负责 确定 用户的ID 并且将ID 传递给 child 这个不难 对吧 第二个child 根据 根据 props 传入的 ID 然后 访问 后台数据 然后他访问的后台数据以后呢 就是他其实是拿着传入这个ID 基于这个ID到后台去访问数据 你一定要拿这个ID去访问 然后拿这个ID去访问 访问完了以后呢 把 获得的 name 和这个 age 显示 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使用场景啊 那么这个使用场景里面就是说 我 parent里面我只负责说 我只把ID 甚至他有可能拿到是一个ID的列表 然后呢 他把ID给child child 在拿到这个ID以后 向后台的一个固定的地方去访问数据 访问完数据以后呢 把这个数据抓回来 然后 显示在自己的里边 那么 副组件呢 会经常的去变换ID 那么child 就必须跟着这个 来变换 能理解吧 这么一个 呃 这算是一个 这是模拟的一个 一个题目了哈 就是比较模拟真实场景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题目 OK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实现 首先啊 这里边呃 遇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大家会呃 考虑一个事情 就是呃 我怎么去模拟后台这个数据 模拟后台数据的话呢 那我们其实来讲就用呃 用一个替代的方法 就是首先呢 我们在这底下呢 我们这底下建一个叫做 data的一个文件件 我们建完这个叫data文件件以后呢 我们在data底下呢 放几个呃 放几个tst的文件 其实应该放的是这次文件 但是来讲我们就写成tst就完了 就是data 1.tst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 其实我干嘛 这个文件里面 因为这个文件名上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找id 我们用的三个id啊 这我们为了把这事化解 所以来讲 那么也就是说你拿data1的时候 我就把data1给你 data1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json吧 这我就直接写json了啊 name 然后呢 这是 嗯 张三 写汉语拼吧 然后呢 这是一个h h呢 我们给一个18岁 好 这就一个就完事了哈 然后我们再create一个 然后在这儿呢 data2.tst 在这儿呢 我们再开一个data3.tst 好 第一个是张三 第二个呢 那就理四了呗 这是9 9 ok 然后h h呢 19 好吧 好吧 这儿呢 给一个叫网5 比如给个r5 好吧 那这个基本 这三个数据就做完了 那数据做完了以后 那么底下我们一会儿 其实直接fetch这个东西 然后拿我来当json用 就完事了 这事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那么好 我们现在开始写代码 class parent 呃 这在写什么东西啊 这是 id 等于 abp 然后script text web 然后这个地方呢 首先我们开始 class parent extend react br component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construction constructor 这个地方呢 props super props ok 然后在这儿的话 我们 我们在这里面啊 其实来讲呢 简单一点 我们也别拿一个列表什么了 就是render的时候 还用我们刚才的那个 就是自家 的那个办法就完了 啊 那么就是return 破乎 在这儿呢 首先它 得是个div 被照在一个div里面 bonding 然后呢 这里边呢 是input type 等于button 然后value 等于下一个 我这叫next吧 先把这个给它加上啊 然后unclick 就是说 我们现在用哪个值 来控制呢 我们希望在这儿 直接 还是我们就用 id吧 这个 this.state 这个就是那个 这个那个 就是要访问的id 这个id呢 我们先出出话 给它个1 好吧 我出出话 怎么又 又把分号写上了 出出话 给它个1 然后呢 在这儿next next的时候呢 我们会调用unclick 等于 this. 我们得写一个函数 在这儿 叫next的函数 next 那么这个函数里边呢 我们看 这个里边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在循环的时候 是这样 它只能等于1 2 3 也就是每次 我们给它自加1 然后如果它 比3大的 比3小的时候 那它就拿到 加1的那个 就比如它 如果它是1的话 那就变成2 如果是2的话 就变成3 如果是3的话 那么它要变回1 理解吧 所以就是说 它这个数一旦 也就是说 它只能选1 2 3 当它等于3 或者大于等于3的时候 它就必须 在下一次的时候变1 所以你现在这个状态呢 比如this.state 你在这儿判断 点id 也就是说 只有它小于3的时候 就是它等于1 或者等于2 但是它等于1 也等于那万一 你里边给了一个数 比如出现任何问题 这个 比如说我给了 我出时候 我给错了 给了个1.5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能用正好等于来卡 你一般都是用一个范围 所以它小于3的时候 我们认为 它是可以加1的 也就是它小于3的时候 它要么是1 要么是2 它是可以加1的 那么只要它 不满足小于3 我们就把它固定设成1 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 那么就this.state 这个里边呢 id是this.state.id加1 这个里边没有这个 然后呢 这是 setstate 等会儿 对对对 这括号没错 这括号没错 this.setstate OK 那么在这 那么底下的话是else 如果是else的话呢 那么它就执行this.setstate 那么这个地方是id1 对吗 是这么做的 所以整个这个上面和下面 那么这个如果你需要写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就是如果当前id是1或2 因为1或2才会小于3嘛 那么就加加 是如果是3 那么等于1 这下吧 就是1变2 2变3 3变1 这个这个这个整个这块逻辑就是这样 那么在这呢 我就可以写this. next的 next的 对 这是next 点 要棒的它 棒的一个this 对吧 OK 你棒的它以后 它就会一直增长 然后在这的话呢 我把这个东西传给child chld id等于 this.state.id 需要关闭 咱标签关闭 OK 好 那么现在整个pyron的部分就写完了 这pyron的部分跟刚才那很像 我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